字幕提供 字幕提供 嗨大家好我是柏翰 我是杰仁 字幕提供 歡迎收聽柏翰的睡前故事 哇今天要來分享什麼東西 呃是這樣子的 因為上次拍完Porn 也知道很多網友私信 我想要知道關於我以前消防的故事是怎樣 那我想說那我之後就 有空可以跟大家來分享一下 我以前發生過的一些故事 那我今天就先講其中一本 好 這個故事呢是發生在 一個夏天 哈哈哈哈 夏天 夏天 然後它那個配置是這樣 就是 它是在一個茶園 觀光的茶園 發生 像雜草火警 但是因為它那個地方 是秋林地 風還蠻大的 所以一個地方 星星之火 它就會療癌 就會療癌 所以後來一片就 一片三就燒過去了 我們消防車有翻很多種 就翻譯小型水箱車 水箱車 水庫車之類的 那 燒一整片你不可能 就派一台車過去嗎 然後加上那個地方 離消防栓很遠 所以我們可能就派一串車組過去 那那個時候我是負責開 比較大的消防車 就是比較大台的水箱車 然後那個地方 寬度大概 你們就想像一台貨車的寬度 這樣子 所以那個消防車開過去 剛剛好可以開 對消防車開過去的話 就是剛剛好 然後大部分的人 不會 不太會開車上去 大部分的人都是 在那裡慢跑 或騎腳踏車 然後 旁邊是 三屁 左邊就是 有點像 山崖這樣子 然後那個時候 在一個彎道 我要前往現場的時候 就是在一個彎道 要右彎 那因為 開消防車 你不能像 像開小客車那樣子 就是你想玩的 你一定會 再往前一點點 抓一點距離 再走 然後 那個時候呢 就是因為它左兩邊 都實在是 太剛 太 任路太剛好 然後我車子往前開一點 然後往右的時候 我就突然聽到無先進 有人說 欸老闆 媽一點啦 你那個 輪胎飛出去了 然後我趕快煞車你知道嗎 然後我就把那個窗戶搖下來 我看一下旁邊 我那個 左側的輪胎 有一半都在 都在外面 你是這樣的 所以是懸空的嗎 對啊 它有 左邊的輪胎有一半是懸空的 哇賽 但是 因為 沒辦法 因為它旁邊還有很多 就是 障礙物 那個時候我玩過去的時候 我還要閃 它旁邊的一些 障礙物 我忘了是什麼障礙物 我忘了是 腳踏車還是什麼 總而言之 那條路 旁邊還有一點障礙物 然後我為了要閃掉那個障礙物 我又再往前開一點點 可是 左半邊的輪胎就有點 懸空了 那它這樣怎麼辦 你這樣怎麼 還是要開過去 不然 我倒車更麻煩 所以你是硬把它再轉過去 對 它水條還好 對 右邊就跟牆壁貼了很近 然後就貼了這樣子 開過去 然後那一次就是 我覺得比較驚險一點的一個 事件 所以如果那個時候無線電沒有 這樣跟你講 你會繼續再往前開 這樣 其實我一直都有在看後照鏡 我一直 我是覺得 如果無線電沒有提醒我的話 我還是可以開來過去 只是說 那個無線電當下那個 氣氛加上火在燒 就會讓我覺得 喔 有點緊張 所以你那個時候 一個輪子一半全空 還是有辦法開一點 還是可以 還是可以 就靠剩下 在錄片下 對 還是可以 那抓你旁邊的人 很緊張 我跟你講 那個時候 我叫大家下車我來開就好了 因為我怕 我想要分散風險 那時候坐下去的話 其他人還在上面 可以幫我 救援一下 然後我說你們 先下車好了 幫我們看一下這樣 啊誰嗎 就是因為我叫他們下車 他們才會用我身體跟我講 對對對 那也是蠻聰明的 對對對 我就說那不然你們先下車 幫我稍微看一下 那我來開一下 對 喔 我的手機響了 提醒我那個 那個要網路付費買口罩 哈哈哈 OKOK 真的要買口罩 我會忘記付錢 對對對 好 這個大概就是 我以前發生過的 我覺得比較驚險一點的故事 喔 對 好啦 那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邊 告一個段落 昨天的明天是今天 祝你好睡每一天 大家 拜拜